今天我們講講大家的童年回憶 因為我想現在越來越少人 早上會吃白粥、油炸鬼、腸粉等做早餐 其實這些都是我和周顯小時候每天都會見到的東西 但是現在如果大家去吃豬腸粉的話 我想都會發覺豬腸粉現在就不是一個早餐的一些很便宜的選擇 現在可能吃一次豬腸粉都要二、三十元 明顯地就已經變了質在食材的定位上 現在來說其實大家吃豬腸粉可能都是一些 O.L 下午其實貪得意的 想點一下甜酸醬、辣醬才會選擇 其實你對這些小時候的懷舊食物 你有沒有什麼感情或者有沒有什麼感受 我小時候不准整年吃 你小時候吃早餐 你小時候吃早餐回學的 我小時候嗎? 如果那陣子正在守就不吃 你幾多歲的時候是小時候 是小學還是中學 我小學也是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你媽媽放水你出去吃飯 是 因為我那時候讀全日制 家人來得遠 但是你媽媽不會煮你給你吃嗎? 我媽媽我不會的 很多小孩都煮什麼 煮得給誰 我最記得 多小孩才煮 小孩就不可以煮 一個小孩不可以煮 多小孩才有規模效應 是 是 不過我小時候我很記得 很奇怪就是 因為 其實小朋友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麥當勞 其實是一個姐姐帶我去的 是 那個姐姐就是比我高班一些 我當時我媽媽就托她說 你看著她 因為我當時很小時候 她帶我去麥當勞之後 她們在叫咖啡喝 我叫了一杯咖啡 我叫完咖啡之後 那天下午就慘了 因為我暈倒一個下午 現在你不會吧 現在不會 但是那時我真的又暈又吐 簡直是天旋地轉 我從此又覺得 咖啡是什麼來的 為何這麼酷 你幾多歲才再喝過呢? 我也是近幾年才再喝過 這個惡的經歷 搞了很多年 這些事情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的 每一個人都有的 只不過看看你是 撞著哪一樣東西 我就這麼不幸 是咖啡 但其實那次我喝咖啡 只不過是一種希望得到 其實我知道 我的心理狀態就是 因為那些姐姐喝咖啡 我就不好意思叫汽水 所以我就裝模作樣 就去叫咖啡 其實都貫徹到我 做人當時那種 你當時幾歲 六、七歲 小一、小二 因為那時候我還記得 其實我基本上 如果不是麥當勞的話 我就會吃叉燒飯 吃叉燒飯最穩妥的 因為沒有飲品 只是一碗麗湯 當然那碗麗湯 其實不知道是甚麼 但不要只說我 說一下你 豬腸粉那些 你有吃的嗎 我有吃的 我以前 上學之前是高人煮的 吃飯的時候做的 那你就高級很多 但問題 我都吃了豬腸粉 炸糧 你知不知道甚麼叫炸糧 我知道 我知道 但你知不知道炸糧 有甚麼叫炸糧 不知道 炸糧是這樣的 為甚麼要有兩條豬腸粉 因為一條是拆開 你去炸的 可以嗎 所以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吃過炸一和炸三 有炸一和炸三 一條就是炸一 三條就是炸三 現在哪有 沒有的 我告訴你為甚麼 你家裡有炸三 在街吃 在街吃 在哪裏 不是 你聽我說 你standard portion 就叫炸糧 如果只要一條油炸鬼 炸那些炸一 即是半份 炸三便會比較多 所以炸糧是一二三的意思 那怎樣收錢 最重要 本來你賣三元兩元的 就是一元 那個就是三元 明白嗎 所以炸糧 大家經常不明白 其實炸糧是炸一 炸二炸三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吃過 我吃過 我知道 那你何時才開始 有這個經濟自主權 可以出街吃飯 Farm 2 那你那次吃甚麼 不吃 我當然選擇睡覺 我以為你拿了錢 就是買馬驚 我不賭馬 我不懂賭馬 我小時候只是打馬 我賭很多錢 但是就不賭馬 因為賭馬 你多一個十二三歲的人 開始學賭錢的時候 其實六七歲的賭錢 我小時候有很多人養錢 在家裡 那我就不花錢 我不懂花錢 因為不准去街 那我哥哥就懂花錢 所以他教我賭錢 然後贏了我的錢 然後就可以自己多一倍 另一個錢 那你就沒有了 是啊 但賭錢有得玩 賺玩 他賺了錢 我就賺了玩 那我小時候就很教 我哥哥賭錢很厲害 我哥賭每一樣東西都厲害 我記得你說過 你哥哥賭錢很厲害 你想得出的他都認識到 就是我爸爸 你也想得出的 其實我只認識到我爸爸 會玩十五戶 隨時就沒有人會玩 我小時候很記得 其實不需要政府宣傳 我小時候已經知道 輸錢皆因贏錢起 因為小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我的同學帶我去賭馬 那次的經歷是怎樣的 我完全不懂馬 基本上都是根據他去求鬼旗 他填什麼 我就填什麼 我還記得我那次中了一個連贏位 基本上 其實我這些人中連贏位 我想我數得出 應該都不夠十隻手指 因為其實我很少賭 但是賭完那一次 贏過之後 我後來買過幾次 那幾次都輸了 我最後就不太賭 我還記得我那次中的連贏位 是哪兩隻 其實說得出來 就是戰龍搭弘德二號 多少歲 我忘記了 十多歲 即是未夠成的 應該未夠成的 肯定 找人買 寶菲說了 不怕 所以其實我想 很多時候小時候 這些經歷 其實就 你說賭錢 有時候我到現在 我當然是叫女人不要賭 不要玩這些 女生就容易一些 但是男生其實真的太多機會 以前我記得 如果家裡一旦沒有人 就很多人 漏打麻將 即是我去到 即是 即是我去到 即是大尊 我覺得 我很奇怪 我出來做事之後 其實我完全是沒有什麼賭人 沒有什麼賭性 我想可能因為 其實做生意已經是一個 挺大的賭博 譬如我們做免費報紙 過個月要看著生意 一旦不夠生意 我老闆的私生就會亂 所以其實已經是一個相當大的壓力 我已經不需要在那裡 生一代的人比較少錢 以前的人比較少 以前的人比較少 為甚麼呢 有很多社交貿易的理由 即是 即是 或者心理學的理由 即是 以前的人的生活的 不一定有大 現在 你覺得這個是有影響 對 以前的人普遍 所以教育水準備好變低 即是 為甚麼解釋 現在 為甚麼 譬如賽馬 或者賭博 這樣成行 我賽馬的人普遍少做 其實 但賭的賭款 今晚多了 今晚人多了 所有的東西 又是大陸人 即是普遍 你見到賽馬的人 是少了 所有賭博都少了 即是所有賭博都少了 其實這樣的話 那些博彩股 其實是否一般的前景 其實是的 但中國還在上近 中國還在上近 即是 如果說二十年之後 中國都會賭錢 全世界都是 賭錢的人 是越來越少的 那些人的心態上 其實 賭錢 除了你說 因為他們的穩定性 自己的感覺良好 所以不需要再靠賭博 去得到這種滿足之外 還有甚麼其他原因 這個可以說 十天十夜 搞不定 說多一會 除了心態上 還有很多原因 因為好玩的事情多了 我自從拍拖之後都不賭錢 既然周彥對賭錢沒有心得 我們也不要浪費時間 明天再說 非常好 那就再次從來 你不就